一对脑膊 几根竹竿 福建泉州安息清水盐住持普光法师 或是把一片脑膊抛起 用另一片脑膊接应 并使之在上面飞速旋转 或是用一根竹竿顶着一片脑膊 让脑膊在空中飞转 竹竿时弯时直 十几个招式下来 引得不少的香客纷纷叫号 近日 记者驱车来到安息清水盐 了解普光法师与这门记忆的故事 据了解 这门名叫制脑膊的记忆 以同志打击乐器脑膊为道具 柔和了武术 杂技等传统记忆 表演出各种高难度的杂技 具有浓浓的闽南民俗风情 后来逐步与地方民间信仰相融合 发展成为闽南宗教民俗法事活动中的 一项带有杂技性质的表演项目 广泛传播于闽南 潮汕及台湾等地区 普光法师告诉记者 他从15岁起便在师父的影响下 开始学习治脑膊 这一学便是近50年的时间 扫脑膊这个记忆啊 其实也是健身 也是一种武术跟杂技螺合在一起的一种健身活动 其实也是很好啦 这是要有很长时间 跟这个有耐心去苦练的 这是跟武术一样 一定要有时间经常训练的 这些苦练才有成就的 2019年 智脑伯被列入中国第二批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 2022年 被列入福建省第七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得知智脑伯入选省级废遗项目 普光法师高兴了很久 我也希望这个传承能够发扬下去 因为我师父这一代他们表演的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 后来我可以说也有成见一点 可以说比较好一点 我希望这个传承下去以后 能一代一代的跟发扬广大 前座高甲戏里面有个打成戏 里面就有这个 那边有两个年轻的 前年去表演的时候 他们就来跟我学 如今年近期旬的普光法师 伸手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矫健 为了将智脑伯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这些年来 普光法师也收了一批徒弟 可最后能坚持下来 并有一定水平的只有两三个而已 我学习这个老伯的这个记忆 是从那个16岁的时候 这个记忆是非常的危险 从小的时候 在练习的时候 那个是很多次的受伤 最后的还是坚持下来了 师父说 这个想要学好一门记忆 那必得飞下苦功 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一直练下来 谢谢你 我记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